这个是一个BGF 我不懂算是冲动消费 我们顾一下这个东西 USB bag sealer 算是长这个样子的 USB port 一个纸袋 它后面有一个吸铁这样子的东西 so that可以吸在那个冰箱 又或者是可以挂着 这个是这样子的 第一档 二档 三档 这个是ON 这个将hold 怎样啊 按 然后这样子推 它就会连起来 像在这里hold着 然后从这边开始push过去那边 按久久开店 开去夹 这边有一个线 按下去 就推 是不是这样 只是粘到一点点不容易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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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着啊 不是这么是很粘这样的 开二档看看 开二档 推 哦 有点烧 可以了 除了可以修它起来 它其实也是剪刀来的 转它去剪 断掉了 这个不就是一个剪刀 对啊 可是它是用加热的方式嘛 你找不到剪刀 这个还是可以用啊 先去插锅 插头在这个屁股这边 亮灯就代表插着咯 如果你没有再使用的话 你就把这个点调去 不是加 不是剪 中间这边 明天就可以用了 这是那个热骨茶包 常用档 就粘不住咧 可以下了这个 有点肉 它有点超大臂 哦 因为我用热档咧 太热了 有一个难题就是 我不知道手要抓哪里 还有点烧焦味 本来叻 我是想要解决 就是这个Clip的问题 因为这个Clip 毕竟是一个铁的材质 如果我是把东西夹了 然后放在冰箱的话叻 就很容易生锈 不然以为 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用这个Clip了 but 它是不是这么好用 因为它是加热嘛 尤其是这种plastic的材质 如果你加热的话 它就会有那个少脚位 stick in stick多了 也不是这么好 然后再加上它薄 不是 如果没有拿捏准 到底要调多少热度 然后又或者是你按太久 加热太久的话 好像这个area 它就会破洞咯 破洞的话 那么你又要再skill过 这样就很麻烦 浪费时间 不要不方便 像这样子的材质 看起来是可以skill的 but 因为它有外面这些表面 有粘质 没有办法从外面加热进去里面 达到一个把它连起来的效果 加热不到封不到口 那这种就可以 类似plus这个东西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烧焦味 那这个东西 虽然加热很快 你会 你会觉得下面这一边是热的 你要推的情况叻 你要慢慢的推 要均匀的在每一个地方 停留大概一两秒 太过快 或者太过慢的话 这样子有可能就会烧焦 又或者是粘不到 所以总结来讲 这东西真的是很不好用 然后又麻烦 不建议吗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